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我们常常看到冠军的荣耀 而得胜荣耀的背后有什么来决定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猎王纪上第20章 先知决定了胜败 先知传讲神的话,知取平安,知取得胜 首先我们看到亚兰王来围攻以色列 而很嚣张地跟以色列王勒索妻女财物 以色列王雅哈本来答应,后来拒绝 而先知把神的话语鼓励君王 先知说,神把这群人交给你 而先知也清楚地指示如何打仗 把战术告诉王,率领少年人,率领兵 而大大得胜 先知也预言一年后,敌人要再来 因此王要自强,要防备 而第二场战役 亚兰的臣仆告诉亚兰王说 上次我们失败,是因为以色列神是山神 如果我们去平原打仗,就一定会胜 于是亚兰王再次招兵出征 而神人告诉王,就是因为敌人 藐视耶华神是山神 所以神要把敌人放在以色列人的手中 让人可以认识神 果然,亚兰带好多的人来打 以色列小小一群人 但好奇妙,以色列杀敌十万 他们躲到城里头 城倒下来又死了两万七千人 让亚兰王躲起来 而亚兰王派城去求和 没有想到,亚兰竟然称亚兰王是兄弟 而且为了商业利益 为了自己的荣耀 把敌人就放回去 他违背了上帝的命令 先知吩咐朋友打他 而朋友拒绝之后被狮子咬死 另外一个朋友打伤他之后 而他就等候王 跟王说 我在战场上受托看守人 而人不见了 那该怎么做呢 而王说要以命待命 意思是 你承诺要看守那个人的生命 而你没有完成的话 你要代替他来承受或是赔偿 而先知借着这个来责备王 放亚兰王回去 放去神要灭绝的人 因为他羞辱神 他攻击神 上帝要灭他 把他交在亚哈王的手中 亚哈竟然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不杀他 因此要你以你的命 来代替亚兰王的命 他回去了而不快乐 今天我们看到 人只能看到军事上的人数 军事上的胜败 但决定军事胜败的关键是先知 传讲上帝的话语 神为他自己的荣耀 先来征战 主神帮助我们 经历神得胜的人 要更加战精的 来跟随神 我们来祷告 主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战战兢兢 来认识神 明白神的心 跟随神 才是真正的得胜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